Hi 我是大匪 Hi 我是大匪 比較輕鬆 今天是2017年3月2日 早上8時 開始錄製大匪看天下的時間 時間調動得很厲害 一時晚上 有時下午 現在要早上 因為沒辦法工作繁忙 再加上身體抱養 第一節先講台務 我們會有幾個新節目 陸續有很多人來試咪 另一位做美容 說聯絡我們 但到現在還未回覆 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興趣做 如果真的有興趣做 要快點聯絡我們 因為下星期很多節目 會慢慢推出我們時間 現在已有的節目 就是台灣黑白港 3月6日正式推出 陸續反應也好 在我們台上 基本上有兩千多視頻 希望到3月6日出現 可能有三千多視頻 另外 有一班製作電影電視劇製作團隊 他們上來錄了一輯節目 錄了兩三輯 比較有趣 比較有趣 將會看他們的日子是多少 我想是 預計3月10日 我們的預算是3月10日或11日播放 另外有其他人上來試咪 今天有一班做男士節目 專講風花雪月 他們今天上來試咪 試錄一集 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定時定後 可能在3月中播放 另外 還有兩個節目 其他那些 有些上來試咪 可能效果不太好 因為我昨天上來做了三四輯節目 他本身都是網台主持 可能那個形式會比較偏向教書 即是 即是 我講你聽 即是 我講你聽 這樣 一個人做 可能單調一點 我承認 一個人做節目是比較困難的 而且一個人做節目 因為沒有互動 兩三個人 好像聊天方式 你問我答 然後說說 撞出火花 有些開心一點 搞笑一點 但一個人說 除非你做棟篤笑 否則你很難 即是 講得很有趣味性 一個人做節目 真的很困難 希望 各位主持 下星期再來 大家再調整一下模式 新節目陸續推 再加上 3月18日網聚 真的要報名快些 因為我們要預計人數定位 以及我們要預計有個台 有些新節目主持 可能到時介紹給大家認識 如果有些 就養母 Tony哥 Johnny哥 到時過來見一見 Johnny真是帥仔 東尼 肥德里有霸氣 騙得到牆 我們這些是泥頭佬 即地盤佬 大英安可能都會來 大英安也有很多粉絲 希望如果有些問題 可能請教他 強國生還者 都盡量 如果要報名 就聯絡Alice 每位300元 入數計 因為訂位 因為我們試過之前做網聚 有些小型網聚 有些小型網聚 有些小型不來 與人數 真的 第二 其實很多人問過佛山的旅行團 因為有些資節發生 但我們訂了3月25、26日 不會變 今天推出這集節目 會推出付款方式 原則上是598元 不包一餐 另外那一餐 所謂自費 是光顧三養堂食齋 那裏是100元港幣 實際費用是698元 單人床 或是雙人床 或是獨立房 另外加錢 小費60元一天 相對貴 但問題是我們非牟利 只不過我們部團 講明一定要住 南海的國際五星級酒店 比較一間國際品牌的酒店 除了吃齋之外 另外兩三餐 相對比較豐富 而且是比較好吃的 特意去問 希望團友不要欠兩百 但吃得好些 煮得好些 待會我會給予入錢方法 各樣東西 接著WhatsApp 入帳票 或是拍入帳票 聯絡Alice 他就計算了人數 一團人就30至40人 如果有80人就開兩團 看看各位怎樣 因為現在我們幫請問齋譜 為何會有這次 說回來 有人可能不好聽 為何會有這次佛山兩團 是因為我們有幾個網友 在香港有高職 他們早幾年 回大陸經營齋譜 全部是廣東廚師 放棄了一份高薪厚 向他圓夢 他想在大陸發展他們做齋譜的事業 做一些產品 很漂亮的 也很美味的 但是近期 南海貴城 他們的商場 中心點搬了 令到他們現在這一兩年 可能生意比較難做些 因為市中心的發展 改了一個小小的圖則 就像這樣 一個轉角位 改了一支紅綠燈 Tony經常說 改了一支紅綠燈 明明一個黃鋪也變成死鋪 他們變成經營困難些 即使做得出品好出色也好 不是買廣告的 因為我真的上去 和有些廣州網友過過去吃過 是很有特色的 和做得很漂亮 大部份的食材 即是食材 都是外國進口 吃過 我就和他們談 我說不如我們嘗試搞旅行團 過來支持一些有心做生意 因為很多人當我是生意節目 做生意 和有心做的人 當支持一下 就有佛山旅行團 希望順便 因為我們主要是光顧達美旅遊 即是美食之旅 由他們操辦 我們給一些意見 希望達美之旅 經過這一次的團 他們的領隊 各樣東西 他們了解這間公司 給予一些意見公司 看看能否做到團餐 變成能夠幫助一些有心做 雖然他們做得相對好 現在又在大陸有些網評上 佛山十間最優秀的食店 就得了獎 接下來進駐廣州 他們也有他們那套計劃 希望網友之間互相互同多些 其實做大匪漢天下也是 我本身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沒有想法 後來做小型網罪的朋友 找我 我自己看過 我覺得香港 有很多人表面上好像很風光 但有些人真的很困難 我可能一會開節講一講 我認識的人 我看的人 因為我做節目都是講我自己相信 認識的東西 為何說香港現在普遍接近中產的人 其實生活很困難 希望多些人創業 台詞講到這裏 如果參加旅行團 早點報名 因為我要人數 在3月10日 我就要交給別人 成不成團 除了付錢 還要付這個姓名 因為要拿著這個姓名 我們要佈房 人數 如果有小孩 就以下 我們這就是很純潔的美食團 我回答大家 晚上 如果有個別人士喜歡喝啤酒 我都可以奉陪 兩三杯 台詞講到這裏 回答一些網友 近期有三個網友 找我 有一個網友 有些債務問題 問一問我意見 我都回答他 他原則上欠銀行錢 他想問他 把銀行卡滾爆 然後宣佈破產 我計算他的數 應該兩百多萬 他問我 我回答他 應該都能幫忙 不算專業 但經歷過太多 應該都能回答 另外兩位小朋友 一個是27歲 一個是34歲 27歲那個是會計的 他來找我 他想做網上生意 問一問網上為何這麼難做 又說了我的看法 再加上我問他 另外一個朋友 一時間來的 34歲 他本身是做會計 他也找到一些 聽他說 找到五六萬元 但他覺得前景 現在他在那間公司 前景一般 他又想出來創業 但他又想拿幾十萬出來 然後跟別人合作 看看有甚麼搞 其實合作生意很難做 因為如果他等錢 技術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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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做好 找到錢 他不需要你 自然就邊緣化 然後大家分手 別的別 不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我不是 但七八成都是這樣 如果他沒有這樣的技術 你純粹出資金 你不參與 或者你參與得很小 到最後結果都是一樣 一天做不成 做得成功 他都邊緣化 所以你一定要找個好拍檔 和想清楚 當時我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 你們究竟是想賺錢 還是想做生意 是兩個概念 有些人 之前有個網友 剛剛第一批見 Money 五十多歲 美女 他來找我幾次 最近沒有聯絡我 可能覺得我的節目悶 他都說過 他很喜歡做生意 很喜歡嘗試做不同的事情 以及其他 他的出發點當然 有多少錢 賺得到當然好 但他本身的本質是喜歡做生意 比較有冒險精神 有些做生意無非為錢 但做生意未必一定成功 所以能夠賺到的錢奉無論國 圍堵兩餐可以 但要想 除非你有個人技能 我經常說 當你做了行業 勢在你身上 你就會贏 勢不在你身上 液水爬舟 始終要很辛苦 未必一定做得到 所以如果有心 或是創業 那就聽聽 我們這些 當推介節目 大年做過生意 2001 他有他的看法 可以聽聽參考 他是一個做生意的 相對成功的例子 我們這些 做小生意 不學無術 死做難做的 就是相對失敗的例子 我加他應該比較全面 說到這裏 另外多謝有個網友 劉小瑞卿 他跟老蕭的見解一樣 他說 大匪 你做這個節目 現在就開始問人拿錢 又搞旅行團 意思是這樣 他說你說來講去 無非為錢 我沒有說這位仁兄不對 他也跟我說過很多話 我也先感謝他 至少他每一集都聽 要不然他不會每一集都留言 雖然他有時說話 可能是比較尖酸黑薄 對我來說 但也先感謝他 至少聽 至少留意一下 我一個人 做人 我不是錢行頭 我是想做得成 希望做得成之後 我才會跟你說錢 但未做成之前 說錢是沒有意思的 是嗎 我做這個網台 暫時出資就是我 找Tony做招財貓 希望會越做越好 YouTube到現在 都沒有收過什麼錢 實際的開支 只有每一個月支出 我們 例如做佛山娘團 我希望 借台 令到一些人想做一些事情 能夠利用我這個網台 能夠做到多些事情 對於我來說 對我來說也是 因為新嘗試 說多幾句 要做節目 我本身 其實很怕做節目 有很多人來 找我聊天 嘩 大匪你口藥完 正一口水佬 什麼都說得一頓 其實我不是這樣的 我人是很怕 認識朋友 很怕 很怕接觸人 因為 我經常都說 這個世界 一是說人 一是說自己 只有兩件事 沒有第三件事 說人 說得多 就說是非 說自己 就不是說是非 但是說自己 你都說話題 有緣 同一件事 說一百次 對嗎 只不過我 我習慣 一是銷售人 出身 我很怕一班人坐下 或者兩三個 大家玩手機 我玩手機 沒有交流 變成 大家好像不懂 這樣坐在這裏 所以我個人的性格 雖然不適合應酬的人 但是每次有網友 或者做節目也好 我不想環境很靜 我就會找些話題說 我習慣了 只要一離開人群 最好就不要找到我 我躲起來 看電影 看書 看成 所以強國生還者 今集介紹書 就非常好 尤其說東野歸吾 更加好 因為神探加利略 寫這個推理書 現在根本是紅霸了整個日本 當然我也有很多本 曾經有網路小說 曾經有網友叫我講網路小說 另外 我們開了很多空頭支票 例如想講亞洲電視 就在星期二得道講 有網友問我 我諮詢一下Tony 我們特地可以 經常做特備 不爭 再開一次特備 就講亞洲電視 有目標不重要 但答應了講 但我們沒有講 是我們責任 我一個人做不夠了 Tony比較白科 可以跟他講一下 回答到這裏 昨天3月1日 陳埃樂定了 葉劉淑儀 一個愛國愛黨人士 相信那四位候選人 曾經參與 希望做到這個特首的 四位 敬族者 入閘的 最愛國愛黨 在我心目中 葉劉淑儀是第一 因為他真是為了 做特首 為了共產黨 他這二十年 不停做 為了二十三條 堅強推 暗言下台 讀書回來 再選立法局 不停去做 除了胡蘇貞 相對高民望的人 曾經 為甚麼 他拿六萬多票 進去做立法公議員 他放棄了立法會 立法會 這個職位 而 做主席的職位 而強行一定要參選 而你中聯辦給了他希望 但你棄之如意 我想所有的藍絲 其實我不在我口中好說 但容易分辨 或者愛國愛黨人士 你想想 葉劉淑儀 為了共產黨 為了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香港犧牲了這麼大 做了這樣的事 到最後 說離開你 說不要你 即時就可以不要你 DQ幾位議員 還要循法律程序 現在連DQ都不用了 你可以看看 講一講 網台是非 這真是講是非 我是蕭粉 蕭若元先生 我是一個極尊重的人士 我不認識他 我真的不認識他 每一次他搞網罪 我都一定去 但我認為有些事真的不對 再重申一次 當這個世界 或者香港 出現困難的時候 我們應該講一些光 有光和希望 即是我講看相的道理 一有一個看相腦 他百分之一百準 或者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在他口中所講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準 每一次講 有一個人來到見他 你這樣這樣 你不發達一輩子窮 過多幾年你就殘廢 然後患癌症 你死了 如果那個人是相信你 沒有了鬥志的話 他明天就天台四十八樓跳下來 是不是 對嗎 你現在做節目 你就經常說 你們不要太天真太童真 你這樣這樣這樣 百分之一百 其實你每天講的話 都有些不同 不是說我是燒粉 我一定要支持你 待會我才講我和你的分別 我當然沒有你那麽高大威猛 沒有你的影響力 我們這些真是小角色 有時候不想提也不行 待會我再講 因為看相腦也是 他真是神算 董慕哲鐵板神算 算到爆了也好 有些說話 永遠都是 看相腦 你又要去看看相腦 他問你之前的事 起碼有七八成準 有七八成準 每一個算命的人 你去看 只要那個人是出名的 他一定有七八成準 但為何 一講到越後的事 越不準 為何 你現在不知不準 但你到那個時候 你就想 等於我 我亦都很坦白地說 我遇到困難 每一個人遇到困難的時候 才會去看相算命 他們不會因為春風得意 既然得意 你不會去 求神一樣 甚麼是臨急抱佛腳 我第一次生意失敗的時候 我很害怕 人人都有經歷過 現在老皮老骨 封浪見過了 我欠人三百多萬 當時是一九八幾年 八七年 欠人三百多萬 即是當有很多錢 即是八七年來計很多錢 買層樓 屯門 新城市廣場 不 新城市廣場 新城市中心 時代廣場 買過五百多隻單位 一個單位值三百萬 三千萬不止 我很害怕 但面對債務怎樣 剛才我做了兩次債務 為何有人問我 我真的有資格說 我去看陳康泰 一個鐵板神算 我亦都託朋友 即不是託我前妻 因為我前妻 學算命 曾經有一段時間 根據我的資料 他的師父叫做 香港有兩個很有名的人 一個叫蔡伯麗 蔡伯麗是社通勝 一個是編寫萬年曆 那個叫朱雀喬 我前妻是朱雀喬的徒弟 他有個大師兄叫左宗游 做建財生意 兼職和人做算命 我去問他 和我計算之前的事 連我離家出走 何時 之前說過 拖鞋都沒有對 由莉木樹走出深水埗 他都可以 若莫敢算出 我曾經在這一年發生過 同類的事 然後他問我 當然是準的 但他講過之後 他有些事說了給我聽 到現在 我都承認他是準的 但當年我二十多歲 但當我三十多歲 過後的認證 便知道他不太準 不太準 為何這樣 這幾年曾經回去 跟他談過 他都說了 因為第一 做算命的 他有分析了一件事 可以是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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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你的時候 你回答他 引證他便準 但說之後 便相對不準 因為不能夠引證 問不到你 不是即常問到你 但還是那句說話 他們那一行的守則 即使他算得你很差 到最後 他都會告訴你 希望 因為人真的需要有希望和綱 對嗎 否則這樣 甚麼事都不用做 不用做 你拿死世宗門 還來做甚麼 坐在家裡便可以 你一輩子被老婆欺負 由早上罵到晚 你結婚便便死了 老婆 經常找皮鞭打你 除非你享受 你老婆也不敢結婚 他百分百準 所以做甚麼都好 有希望和綱 我看得超人多 超人迪迪迦代表甚麼 綱 光明的使者 所以說這裏 講一些政治議題 分三節都是講政治議題 現在三個候選人入閘 我講我的看法 從來都沒有變 我都是買曾俊華 我相對民望重要 但民望不是真重要 第一點 我駁斥老蕭 他說扣起了一些票 不要高開低收覺得難看 林鄭 共產黨洗腦你 你難不難看嗎 純冠在當日跳上去那一刻 有錢人 除了李嘉誠 田北俊這類人之外 做習慣老闆 不願做伙計的人 哪一個不是 難看得何處 如果支持梁振英 一鋪清袋 搞到香港現在高度表揚 星島每天跟他做勢 現在每天跟林鄭做勢 我想問你 共產黨是從來不說 不說好不好看 是說做不做得到 所以 他們這一輪 拿著耳朵底 不停在攻擊 我沒有聽其他人的節目 包括徐少華 陶傑 城寨 我完全沒有聽 我不是聽了他們說 我是自己看著 因為每個人都有邏輯性 當一個人是強勢 他不用告訴他們強勢 因為他已經走出來 即是等於有錢人李嘉誠 因為他是李嘉誠 他也是名牌 就像我們那些死地盤佬 大隻滿天星 人家看下來 是否是假的 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要衝判償面 即是那些死經紀佬 很多人做經紀 我都不是得罪 袋子沒有錢 每個人都有二手便士 因為他出來見人 一定有個勞力試 二手錶買一隻回來 舊款一點不要緊 最重要是 走出來的行頭 即是像古惑仔一樣 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每個人都沒有支雕方筆 雕方火機 然後穿蒙特嬌 怎樣出來走 是不是 現在中聯辦 正在做同樣的事情 是不是 經常說中央 習近平沒有理由不知道 我都相信習近平知道 只不過習近平 我覺得是因為他講了 是一個可以自由競爭 不理你用甚麼方法 誰贏便可以 到最後便取決誰贏 是不是 他放手給你們搞 中聯辦 或者張德光 他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做得好 因為可能 習近平承諾了這件事 就是習大大 大人大者 不是說話不算數 可能是這樣 你們便搞 是不是 看看最終誰入閘 然後他強勢把這件事扭曲 他現在扭曲得這樣 不噁心 董建華 出面不噁心 反而高票低收噁心 你自己做節目 你都說他強勢要有七百幾百百百票 突然扣幾百百票 就是因為高開低收 而不是七百幾百百票 就是你自己推翻自己的 大哥 你問我為甚麼 工聯會 民建聯體系 是鐵票 我亦可以告訴你 因為工聯會 多噁心 陳婉嫻 我相對介意 你們說我出賣工人利益 那他便繼續出賣 甚麼時候不出賣 甚麼時候不噁心 對 共產黨不是說不噁心 是說做不做得到 多骯髒的手段都可以出 即時DQ那兩個議員 再DQ這四個不噁心 是一定可以的 那我就說 你真的沒有接觸過共產黨 你真的對共產黨不了解 我知道我這個節目 是很多人 是國內的 他們相對 對共產黨在生活的壓力 是有認識的 我說 為甚麼扣起了工聯會 和民建聯的票 他們的票 是自己的 隨時 隨便可以跳 即是今天臨給誰 明天臨給誰 其他那些不可以 因為那些不是真的自己人 他站得來的 可能要他轉軌比較困難 除了暗票的商家佬之外 而這些是忠誠的 他到時如果上面一轉風 這些人可以轉軌 是保留工聯會和民建聯的姿態和實力 他不想他們這些難看 你們這些難看 好像何處國 這些有多難看 有甚麼所謂 對不對 這節講到這裡